最近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元》,算是又引起了一阵全民热议,许多人都评价道,人数很丰满,细节也讲究,剧情那更是太刺激了。 比如周莹从江湖女变成富家少奶奶,但是转眼就要手滑,沈欣怡,原本是玩酷子弟,却一夜之间失去哥哥又进了牢房。 无品作为360度,无子脚号男人,却太早领和饭,许多迷迷纷纷不平,想想此剧也才开播不过一星期,今年来,剧情这么丰满紧凑的电视剧不得见了,除了这几个人物的命运牵动观众的心,几位老戏骨的戏份也是精彩极了,其中就不得不提在网上被许多人点了赞的。 这一段张晨光扮演的吴卫文教育周莹的片段,许多人直呼,老板张晨光的外套是一一出手,就这有没有啊,甚至有人觉得上面的光哥还叫玉体不够凶。 结果这一段和孙力互对的戏,着实把许多人吓了一跳,身为吴家的到当家人,困机关上两道,数十载,会怕你一个小丫头。 光哥实力是犯什么奖,给个眼神你自己体会,而吴卫文把儿子不聘记起那段戏,被许多观众赞誉为张晨光剧里面演技到爆发的片段。 一开始先得知胡小姐来不了,儿子很可能因为错过冲洗时传而死掉时,一直都是严肃脸的吴卫文的怒吼,让人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父亲的绝望。 这声起叫,算得上是真教科书式表演,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脸部那块肌肉都是戏,可以说这个超级疼儿子的清末青山的形象,将又成为张晨光老爸专业部里的一个经典角色。 我是老爸专业部的分割线,许多内地观众对于张晨光开始熟悉的作品,要数十年前宏极一时的奋斗,他在其中扮演了佟大为的父亲徐志森。 这个事业上成功对待感情却很佳的老爸形象,令人印象深刻,不过这种有些坏坏的成熟男人,搭配张晨光如摇大叔的形象不知的开启,了多少人疏空的大门。 这样的形象让人不禁想到了前段时间,热播剧《欢乐众2》里面,张晨光饰演的老包总,也是这么一个有些家的老包形象,而且还奉献了少见的光头形象,第一眼还真的认不出,可后脑梢这个动作,是他专门为老包总设计的。 突出这个人物看起来很温和,其实内心也有十分暴躁的一面,同期也正在热播的《我的老爸是奇葩体》,张晨光倒不是奇葩担当,而又一次为成功人士代言,光哥,大概就是一张长得很有钱的脸,扮演的余总也是一个风度翩翩,坐视冷静的人,差好是剧中奇葩老爸的反面代表。 还有尖山木雪,又记忆连幽梦里,张晨光也奉献了许多不同的老爸角色。 不知道受了这么多儿子女儿的光哥开不开心呀,这老爸专业户,可谓是实至名归。 我是被耽误的喜剧演员的分割线,不过别看光哥现在是经常演父亲的角色。 但是在当年他可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小鲜肉代表,演过琼瑶剧,也在台湾版的黄飞鸿里演过黄飞鸿,没错。 这剧里面他的CP正是也处于小鲜肉时期的咆哮教主马景涛。 在1992年的时候,凭借着在电视剧《京城四少》里面的出色表演,张晨光获得第二十七届金钟奖最佳男主角。 祖二十光哥其实那时候他也三十五岁了,有一张完全不显年纪的脸,但是如果你以为张晨光是一个偶像包袱很重的人就大错特错了。 其实严格来说,他是一名被耽误了的喜剧演员,比如这部《祝他拿到金钟师弟》的作品,就有很重的喜剧色彩,其中他扮演了铁蛋一角,算是整个剧的搞笑担当。 一出场的台词就是这么污蔽涛涛,和老妈说话也是没大没小,整部剧都充满着台湿喜剧的风格。 张晨光那时候一本正经的搞笑风格也就此确立,小动作小表情也十分丰富,剩下的角色可能加起来都没特爱动,可惜年代旧有远画之太糊了,不然这部剧真是值得好好收藏。 之后的《天下第一媒婆》里面光哥算是行走的表情包了,基本完全忘记自己当时是无数少女偶像这回事了。 本剧还有无知如意起出演,可以说是搞笑Double的效果了,除了自剧里面喜欢搞笑之外,张晨光还经常去搞笑类综艺节目里客串嘉宾以及主持人,有兴趣的朋友和一剧翻番光哥以前演的小品之类,已经不能用毫无偶像包袱来形容。 简直就是完全放飞自我,难怪张晨光就曾经在采访中,表示自己的爱豆是宋小宝,原来神埋在光哥内心里的梦想还是那个放飞自我的几剧演员啊,以及他还是台湾岁唱红的情景就欢喜来斗阵主演之一,基本相当于台湾谢尔顿一般的存在。 演这个剧的时候,光哥也已经年过五旬,搞笑起来却一点也不比年轻时候,失色,虽然这也是个老爸的角色,但是这个老爸算得上他演过最逗逼的一个寥寥,我是活到老,演到老的分割线,虽然说张晨光平常非常低调,除了拍戏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花边新闻, 但是身为一个武林后,光哥玩起社交网络,来算得上1666了,他的微博就和他本人的荧幕形象有着强烈的反差吗? 比如碰到让他震惊的巨型蚊子的时候,第一反应竟然是拿着尺子去量蚊子的大小,看到自己的漫画像,还不忘记调侃自己标志性的大耳朵,自己不太喜欢光头,因为头顶怕冷,但是为了角色需要剃头,还不忘COS一发表情包, 以及这永远角度不变的逆直直男自拍,不兴徒不打光不找角度,光哥就是这么自信,而且光哥几乎对于粉丝的留言也是非常热情,几乎看到一回,还充分显示了他的冷幽默的天赋,比如面,对粉丝们的各种调戏, 他可是发挥了老江湖的本领,甚至面对那年华凯月正元导演丁黑的调侃,他也是交加有数,说起来张成光虽然转型很久了,仅些年因为年龄定位和形象的原因,多走比较正派的路子,但是他内心的喜剧梦想,其实是一直都在的,比如前两年他回答本次问题的时候, 就毫不犹豫地表现出,对于喜剧的喜爱和渴望,所以各位导演们,你们听到了光哥成爱戳戳的呼唤了吗? 从小鲜肉到实力派在到老戏谷,演过反面小声到喜剧艺人,再到现在的精英复位形象,张成光一路也是活到老,演到老,他说过自己不太挑角色和剧本, 只要他喜欢他就去演了,不演戏的时候就喜欢出去满世界到处跑,即使现在过了六十岁,依然活力不输给年轻人, 所以我们看到他可以和网友们无距离沟通,和剧组的后辈们各种打成一片,有着一颗年轻的心,大概就是他能够如此,enjoy life的原因吧, 那年花开月正元还在热播,张成光已经投入到新作品的拍摄阶段了,究竟他下一部作品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? 跟着小鲜一起拭目以待吧! 小鲜一起拭目以待